炼珠喷泉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科学小实验 炼珠喷泉 在这个桥上面 我的目的是打造一个 比小新鲜还要高的炼珠喷泉 你们觉得可以实现吗 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这个好 这个地方也不高 完了 先要找到它的头 不能打结 你要把它拉直 有一笔垃圾了 哎呀 跳下去了 OK 收上来了 如果这一次我们成功了 下一次 就去那里 好 准备 放手 哎呀 不太顺利 完了 完了 掉垃圾桶了 掉掉掉下水道去了 快快快 捡回来 捡回来 完了 妈咪掉了 瞎说 都掉进去了 哎 里面没有水 里面没有水 捡起来 捡起来 这怎么这么巧 就刚好就掉到下水沟里了 巧巧的妈生巧巧 你说巧不巧 先全部扯起来 我们现在把它捋一捋 放里面不能晃 一晃就打结了 他们已经活了 我把它扯断了 其实这么长也够用 这是另外一根 OK 到头了 试一试吧 一定要成功 要不然对不起这么好的天气 准备 为什么不能再高一点 就不能再 就没了 就没了 这个念珠怎么会这么矮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离地面的高度太矮了 这是比较短的一根 我们用这个来试一试 如果高度还是一样的 我们就去钟笼那边 准备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这个杯口太大了吗 妈妈 我想吃东西 可以 可以 现在去吃午饭 小星星饿了 我们现在在家里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么激动 是因为创历史新高了 这么高 刚刚的高度 远高于杯子的高度 我们去户外 找一个更高的地方 下午比较冷 小星星和翠翠就不过来了 这个家中同款 看一看有什么不同 这么高 还可以 还可以 接下来我们换一根 更长的链珠 会不会产生更高的喷泉呢 试一试 准备 走 卡住了 准备 走 还不错 还不错 喷泉的高度 是这个杯子的两倍 因为后面是天空 所以不是很明显 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 就这么一堆 应该不会打结 再来一次 一般 没有上一次优秀 最后一次 大家看好杯子的高度 走 好像也不是很高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去那里吧 高度绝对够 钟楼 到了 我的腿都发软 这是谁设计的 这个钟怎么倒着走啊 是不是坏了呀 钟楼的负责人 如果看到这条视频 记得修一下 请勿翻越南杆 这么高 我怎么可能翻得过去 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地面在摇晃 这个念珠 不要扔到那边去 扔到这边比较好捡 这么高的地方 我们就扔一次 废话少说 开始吧 下面的人让一让 不让也没关系 反正找不到你们 准备 走 哇 这么高 各位领导不好意思 我还要再来一次 绝对最后一次 这个念珠比较短一点 看一看会不会也很高 准备 走 好像不明显 下去剪念珠 找到了第一条 第二条 回家 欢迎回来 总结一下 念珠喷泉是由重力 惯性 离心力 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 反重力现象 喷泉的形状和高度 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 念珠的质量 长度 大小 高度 等等等等 同时 杯子的大小和形状 也会对喷泉的高度和形状 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些都是科学 如果大家还想看范围 做什么科学小实验 进行写在评论区 希望大家永远保持一颗 好奇心和求知欲 我们下期见